早年为了要安置许多在台湾未必有家庭的这些农民 那早期有许多的一些政策跟土地的运用的方式 不管是安置也好或者是尤其是农场运用的就业机会 但是现在时空环境已经很不一样了 那我们变成说退辅会手上有很多的农地 虽然这不是你们的专业 同时很多农地的使用者也未必是退辅军人 那你们现在用其他的方式在运用 例如说之前我们花莲农场的这个厂长 居然是本来他自己的专业是做潜水艇的 结果这个或是做舰艇的 结果是跑来做这个管理一个农场 那这个显然就是我们整个时空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未来我们怎么运用这些国家的资产 那确实照顾我们的农民 但是同时对于资产的运用上面 对国家是扮演一个最有效益的一个使用的模式 这是我们应该在整体的改革跟规划上面 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在花莲县就有两个比较大的案例 一个就是我们受封的这个自费安养中心 那早期那里也有许多的农民用自费的方式在那里住了 一直到去年前年才最后的移出 因为人数的减少 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旧的设施 你要再花大钱去改善 其实也不符合他的经济效应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一个社府用地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闲置在那里 我们怎么去活化 那你们是主张要继续摆在退府会里面去做活化 还是要交回国产署 去做整体的国家资产活化的运用 那怎么做对国家是最好的 你们的主张是如何 基本上我们朝着整个对国家利益 最大的方向我们来做 那至于说细部 那你们怎么认定 是留在退府会里面来做活化资产 还是交到国产署去做 你们觉得比较好呢 委员你好 我是旧阳养护处处长赵丘颖 针对委员的关怀 我就做现况的报告 这个花莲自觉分布 其实在我们辅导会 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市数据给国家用 那我们希望是无常的市数据 所以是转国产署吗 国产署 但是这个案子我们跟花莲县政府讨论过多少遍 他们的意愿 以他们的意愿为主 他们认为东华大学的这个 这个东华大学城 他们有回应过来 说他们有些特定地 几块特定地 所以他目前暂时比较没有进度 我们甚至我们主动的把我们台东 太平分部 市数据给台东县政府这个案子 我们都转给这个花莲县政府 那花莲县政府的态度跟意愿 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在于我们辅导会 这个政策上 再跟我们报告一次 我们愿意配合政策 我想你一直摆在那边也不是办法 我们现在国家 不管是对于老人的安养跟长照 当然你们退府会有其他的机制 在处理这块 可是如果说 在整个资源的配置上面 让他开放 让其他的这些一般的民众 非荣民的民众 也可以来用这个自费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社会处来安置的方式也好 来妥善的运用这个空间 同时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弱势团体 也正在寻求比较完整的 所谓的社福用地的区块 例如说附近也有我们诺医院 在做自闭症的这个 儿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的中心 那东部地区其实长期也 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一些 特殊需求的安置 或者是疗养的环境 所以这个怎么去妥善利用 这应该不是只有退府会 一个单位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地方政府意愿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涉及到卫福部 也涉及到国家 整体资产活化的政策问题 还是希望说我们拿出来 跨部会来做一些专案 如何甚至有必要的话 用民间的资源引进 来做BOT、ROT等等的 各种不同的方案 来做一些严拟 那也希望能够尽快的 有一些进度好不好 那我简单跟委员回报 就是门楼医院我都去看过 现场我都去看过 至于是ROT、BOT或是OT 在我们辅导会常年的政策 就是国家需要政治资源 我们愿意把这块地 交给国产署 透过国产署相关召集会议之后 用一个不管是三方或四方 现况点交 那这部分也希望那个委员能够 但是我希望无论如何 这块地还是维持一个社福 跟卧市照顾的用途 也不要去轻易的转换成其他商业或者是旅游用途 因为其实花莲已经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这个领域的这个有其他商业用途 但是对于社福跟弱势的照顾 其实我们应该要优先来做处理 希望能够维持它的原始用途 以及它整个地的完整性 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希望能够特别注意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农场的土地运用 那退府会跟台糖是在花莲除了国防部以外最大的地主 那你们作为这么大的地主 那土地的运用 其实也应该要配合国家整体的政策 那目前花莲县是全台湾有机耕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县市 甚至占了全台湾的四分之一之多 我们还有空间跟机会让它做得更大更好 因为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天然条件跟环境 包括这个独立的水源 那包括一个比较相对不受污染的 这个灌溉的空间以及土地的运用模式 那在这个当中其实退府会的土地 也因为它面积够大 所以也更适合做有机 其实小面积的切割开来处理 任何一块农地都有很可能 都可能会被隔壁的农地所污染 当然现在你们在长梁的这个有机农地的一个 对外的放租事实上也是蛮成功的 但是我们更期待我多年在推动的 在智学地区的这个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那这个这些年我们其实也都谈得差不多了 那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有其好处 就是在有机施肥或者是有机天然灾害的防治 甚至是在东部地区的原生种植物 包括尤其是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植物的研究 跟推广在这个有机中心里面都可以处理 那您的前任主委啊 这个董主委当时也承诺 也配合国家政策 愿意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 但是一直到这个他卸任前 这个案子就中断了 原来都跟农委会讲好了 农委会预算都编下去了 由花莲农改厂来设置这个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那这个案子现在你们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如何来延续这样子一个 能够有多重价值 对地方的农业 甚至是辅导原住民就业 包括许多我们的退伍军人 其实原住民还很年轻 只要他愿意回乡 从事有机农业 那提升他的附加价值 我们政府都应该用我们所有的力量 来协助跟配合他们 谢谢委员 我是事业管理处长 我跟委员报告 委员这个提议 其实基于公务需求跟对地方的需求 对这个案子我们是非常赞成的 那农改厂跟我们已经有两次的会刊 不但这样我们要特别跟他讲说 将来你整个行动当中要列入 我们将来四到九年的这些退伍军 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优先去受训 因为取得这些有机的认证跟这些技术化 对整个当地的这些 不管是农产品的经济作用 或是将来就业环境的提升 它都是个有效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是很积极跟农改厂 来做这个公文商的往来 这个案子希望能够最近 我们就很快就会拨用 这个案子我们确定要给他了 因为就我的了解 农改厂还是等不到你们最后的 有有有 包括委员我们确定了 我们确定 跟临近农地如果是做惯形农业 有用农药的话也应该要适度的做这个区隔 农改厂的限定其实我看过 他将来会设一个隔离带出来 会保障这个有机的示范园区的这些空气品质水的这些 那我也非常认同刚刚处长所提到的就是优先保障刚退伍的刚提到这些 尤其是花莲我们现在其实职业军人里面原住民的比例是特别高 那在东部地区如果有在他能够回乡就业 而且在地就业的机会 能够在他的收入上有适度的保障 我相信都是一个让我们有更多原住民愿意来进入这个整个 从军体系里面一个很好的诱因 那保障他们日后回来的生活 而且是能够回到原乡 那所从事的这个农业也符合传统跟文化的传承 那这个案子也希望主委能够全力的来支持好不好 因为这个过程都是听处长在两位处长在讲 主委我希望就一个主委的态度也全力来促成 支持这些案子尽快来做完成好不好 没问题是谢谢委员 好谢谢委员谢谢主委